据号小报报道,虽然经历了一届失望的世界杯,但梅西希望继续为国效力,只是有三个朝鲜需要满足,梅西在世界杯之后还没有堆积在国家队的未来发生。 埃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表示,梅西希望回归国家队,但可能会等到明年。 然而,梅西的回归是有条件的,号角报称,梅西向埃足协列出了三个必须满足的条件。 第一条,梅西希望埃足协能聘请一位有自己战术体系的教练,梅西认为新教练不能向球员的要求妥协, 因为世界杯之后很多人都批评梅西左右了球队战术,影响了球队表现。 第二条,梅西希望自己在国家队的角色可以更明确,虽然梅西天赋一饼,但他不想成为球队陷入困境以后的唯一选择。 梅西想要拥有可靠的队友,即便这个球员与他们关系不好。 第三条,也是最重要的一条,梅西希望埃足协能够解决内部复杂的斗争状况。 如果足协的权力斗争不能结束,梅西不会返回国家队,梅西并没有对国家队失去信心。 在埃根廷足协能否满足这三个条件,还是个未知数。